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聖靈充滿對於靈命和侍奉的幫助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聖靈真是很大的能力很真實 我自己本身信主的時候還沒有被聖靈充滿 但我已經經歷了聖靈很多工作 我想回我會留意到我經歷了聖靈很多工作 因為我初信的時候我就發覺 我就會祈禱讚美神是很喜樂的 那時候我已經分了兩種祈禱 一種祈禱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讚美神、多謝神的時候 我在裡面很喜樂的 但是當時教會也有一個祈禱會 祈禱的時候就會怎樣呢? 我試過參加過 譬如有幾項事項 他們可能有幾個人在這裡 他就每一個人為幾項事項祈禱 其然第二個又為那幾項事項又祈禱 第三個又為那幾項事項祈禱 然後逐個逐個全部齊混了 我覺得跟我自己祈禱真的很不同 在我自己祈禱的時候 我真的很平安、很喜樂、很有力量 但是在祈禱會裡面是覺得很重複 不會覺得很大的激勵 其實為事項祈禱都可以很激勵性的 譬如說 神要大大的祝福我們 使用我們 我們的生命可以被神提升 求主加力給我們 賜給我們這個心裡火熱的靈 一樣可以為事情祈禱 求主福起我們 讓我們的心完全放得自我 讓耶穌改變我 是可以很有力量的 但是有些祈禱就好像報告給神 神啊你為這件事祈禱我們 為這件事為這件事 其實這樣祈禱不是一定錯 不過當祈禱不是用心靈的時候 這樣祈禱的人也不是很得力 亦是激勵人的心也不是很強 感受到神的祝福和力量是很不足 不能夠強烈的影響人 而我自己在我初期信主 我已經很留意到聖靈提醒我 讓我知罪 還有有一個全福音的心 還有有侍奉的心 聖靈一直帶領我 當時我看中信在教會裡面有的 裏面說到有本書叫做為主受苦 我便要求這本書 這本書便說到羅馬尼亞和另外一些國家受苦的情況 當時我亦有一個意念 如果有一天有人會用架槍指著我 如果你相信耶穌我就會殺死你 那我會怎樣做呢? 聖靈都感動 我在初訊的時候 我已經說 如果有一天在受迫拜的時候 我都會不否認耶穌 我會就算死也不怕 這些都是聖靈在我裡面提醒我 而且我看到同學、家人 我都不斷傳呼吸 有什麼人我都向他們傳呼吸 這都是聖靈賜給我的火熱 我在1998年的經歷 對我非常震撼 那時候我已經做了牧師十五年 因為細胞少了網絡 推介安卡羅報道家來到香港 我就去參加 參加的時候我就看到 因為我曾經在外國見到Kathryn Kuhlman 傅爾曼 她為人按手祈禱 立刻會躺在地上 我很好奇 我也什麼都不怕 有耶穌什麼都不怕 我一看到安卡羅 祈禱的人也躺下 我就很好奇 因為當時傅爾曼的聚會 我是坐在一個很大的運動場 很高的 那些運動場 好像不是一個籃球場那些 是座位全部打斜上去 坐到很高那裡 然後看到她的時候 根本她也沒有叫人出來 她很快地研討 停一會就已經離開了 當時看到安卡羅這個情況 我立刻出去 排隊 很多人 一輪到我的時候 其實我也完全沒有想到期望什麼 但是當她一碰我的時候 是很大的能力進入我裡面 好像閃電一樣 好像電流湧進來 即時很大的愛 是感動得我不得了 那我即時整個身是軟了 整個身軟了 立刻掉到地上 是很感動 在那裡哭了很久 是感動 那一哭不是淒涼 是感動的哭 那時候我就說 原來跟神可以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我就很想保持這種跟神的關係 這個就是我很想 其實我為過很多人祈禱 他們都說我很想 很想 不過一會就沒有了 我問她為何沒有了 她問她祈禱多少 她說祈禱幾分鐘 我已經說了你不可以勁 祈禱幾分鐘 你不會保持到 一定是用心 用時間的 當我這個經歷之後 我就用很長的時間去親近神 而我有一件事當時經歷很特別的 經歷到能力 我一叫耶穌 耶穌 耶穌 立刻能力在我身上 整個人走過 我現在也是一樣 我一叫耶穌 就整個人立刻感受到能力 也後來有經歷起落 那我就對我的生命 真的很大的提升 一種很自然的改變 整個靈命是改變 和為人祈禱亦都很神奇 當時在一個教會 不是幾十人的 那我就跟他們分享這個經歷 就是我第一晚去了之後 接著他們有十多個人跟我去 跟我去 第二天 也是同樣的經歷 也是很大的能力 但是跟第一晚不同的 後來我就想了很久 為什麼這樣呢 為什麼第一晚這麼強 為什麼以後慢慢都不是這麼強的呢 一樣是會跌倒 不過不是這麼強的 我後來的想法可能我們本身 如果聖靈充滿不是那麼強 當聖靈一強烈臨在 臨在的能力會很強 所以那個震撼性會比較強 但是第二天之後 神的同坐已經加強了 就不會那麼強的 那時候我參加的時候 我還有一個很深的印象 因為有教育和我一起 也站在那裡 然後我們躺下來之後 後來我起床 我就碰一碰那個教育 就是推一推它 一碰它 立即有能力在我身上走去它 我直接覺得是 好像捉電的感覺 這個是我即時留意到的 另外有一次聚會 我們又有幾個教育一起圍著祈禱 然後我又碰一碰一碰 那時候也不是想著按手的 我只是叫它而已 我一碰它 它整個就跌了地下 這個也是我當時經歷聖靈之後的經歷 我就開始告訴教育聽 我為你祈禱 其實是我經歷之後 我立即有教友跟我說的 他說我想你跟我趕邪靈 我說為什麼你覺得有邪靈 他說我一進去聚會 我立即就很不舒服 因為他家裡很多偶像 但我出來後面就沒事了 一進去就辛苦了 他就覺得他裡面有邪靈 我說為什麼你這個聚會 跟別人說邪靈 為什麼你不走去前面 他說我很害怕 結果就叫我去做 我叫他去做的時候 我說我沒有做過 但有另一個教友 他有接受的那個服侍祈禱 他就告訴我怎樣做 我就照著他所說的跟著去做 他做的時候 這個人就告訴我 覺得有些東西 找一個手指走出去 這個就是我第一次經歷的時候 那些人告訴我 還有我跟著我為一些教友祈禱 他們的反應是我想都想不到的 有些人哭了很久很久 他就說我以前的憂傷走出來 有些人又說很知罪 有些也有邪靈被趕出來的經歷 也有後來有一次聚會有醫治 有一個在聚會裡面 那時候我都未知道叫人站在那裡 我坐在那裡 我走過去逐個跟他按手 然後我問他們 我說你們有什麼經歷 那他們就立即有個阿婆跳起來 她說我腰骨痛好起來 扭來扭去 另一個又跳起來 我肩膀痛就好起來 這個經歷是令到我發覺 我們真的活在好像仕途行轉的時代 不是很遠的 其實當時我第一次經歷的時候 我的意念就是什麼呢 如果他可以 其實我也可以的 任何人親近神都一樣 神都會賜能力 所以我的心就說 我也想好像這個報道家能夠祝福 當然他的事奉和我的事奉是很不同的 他的事奉是做這些聚會 帶來醫治 趕邪靈這些復興聚會 而我的呼召是訓練 是兩樣不同的方向來的 所以我不是好像他用這麼長的時間去祈禱 因為如果我這麼長時間 我根本沒有時間寫東西 我是用很多時間寫東西的 因為這是訓練教導 但依然我是很想保持聖靈的臨在 而真是在很多聚會 我為人祈禱的人都說 他們怎樣經歷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都是很真實的 因為我們知道 神是一位很真實的神 我也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心裡會渴望 我也想能夠經歷聖靈 更多有聖靈的能力 還有有一件事我發現 當我有這些經歷的時候 我提升人的靈命快很多 有一次的聚會 我看到另一個人 是我認識的傳導人 他跟我聊天 然後他跟另一個傳導人聊天 那個另一個傳導人是我不認識的 他跟他說我有個教友 就找了一些偶像回家 結果他現在有邪靈 他說我不如找馬國棟去趕邪靈 當時我就跟他說 如果你找馬國棟有時間都找不到 不如我今天跟你去趕邪靈 他就去醫院那裡 醫生就不會說邪靈 醫生就說明天就要去精神病院 現在在普通科那裡 我去到的時候 也有些其他人跟他祈禱 叫他跟著祈禱 他也說不到 然後他們走了 我就跟他祈禱 我跟他祈禱 我都不記得我那時候用的方法是怎樣 總之祈禱後他就鬆了 輕鬆了 而當時 輕鬆了 後來醫生找他 那個傳導人告訴我們 醫生說可以出院了 你看著他可以出院 其實本來是精神病院 但是現在正常回家 不可以回家 而當時有幾個他的朋友 還在那裡 我就說 我不如跟你們祈禱 求主保守你們 免受這些邪靈的攻擊 跟他祈禱 其中有一個人 是二十多歲的一個女生 可能是一些上班的文職的套裝 挺斯文的 我就跟他祈禱 祈禱他就搖得很厲害 因為當時我已經知覺 聖靈的林在的人會搖 這張紙也有寫到英文 大家不用看 遲些會說到的 我就說聖靈的能力 臨在你身上 我說你投入一點 當他一投入 當時我們在醫院的樓上 的電梯隔離 就是電梯口那裡 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那些人走出走入 電梯隔離 我就跟他說 你放鬆點 投入點 他一投入 他就即時開始大笑 充滿喜樂 他笑了很久 我估計有五分鐘 笑了五分鐘之後 開始大哭 哭了更久 哭了三四個字 在電梯口大堂那裡大哭 那些人走過 他都不理 他都不知道 他根本沒有想到外界發生什麼事 哭了 又再起落 又再次充滿喜樂 我跟他聊天 然後我問他 到底有什麼原因呢 他就說 我從小到大有很多傷害 所以他這一陣子 那些傷害走出來 然後他就 其實當時他沒有回教會 他只是回了一個小組 但他沒有回教會 他開始離外教會 他現在已經是一個宣教士 他後來就讀神學 做宣教 即是一次的遇見 然後將這個人的生命提升 其實我試過很多次 其中我們教會出了一個牧師 這個牧師是 因為當我仍然在教會的時候 他不是很投入的 因為他在讀大學 應該說考大學 那時候很忙 好了 後來我離開那個中派 離開中派的時候 我每天都有一個祈禱會 是幾個小時的 他又來參加 他來參加的時候 他說我很想經歷那些人的喜樂 過了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都沒什麼經歷 但是兩個禮拜之後 他忽然間開始很大的喜樂 還有開始講謊言 後來他就做了牧師 這個教友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教會 是有十多個人 興起做宣教士 傳導人牧師 就是當我在這個經歷之後 當時教會也都由一堂崇拜 變成兩堂崇拜 本來一堂崇拜都坐滿人 但是後來兩堂崇拜 尤其是第二堂崇拜 青年崇拜都坐滿很多人 這就是當時的很明顯增長 還有在當時的聖誕節假 受洗和轉會的人有十幾個 當時一個小的教會是很多人 也有一次有一個教友 他說因為教會經常有醫治 經常有人分享 他說我媽媽是有糖尿病 有心臟病 神衰竭中風 醫生說沒得醫的了 只是等時候而已 所以不要洗腎了 他就找我跟他媽媽祈禱 他媽媽在研討問他有什麼經歷 他媽媽已經很老了 他說很舒服 我說你信不信耶穌 他說不信 因為我拜了觀音很多年 拜了佛很多年 我不會信耶穌 我繼續跟他談幾次 還有他的家人 每個人都跟他講耶穌 跟著為他祈禱 每個人都經歷聖明 後來我很忙 我就沒什麼去談他 過了半年後 他忽然有一天跟他的女兒說 他說為什麼義牧師今天沒有來 其實我沒有來半年 這個真是神叫他忽然想起我 他的女兒就傳了信息給我 然後我立即去祈禱 我問他你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經歷 他說很舒服 我說觀音有沒有這樣幫過你 他說沒有 我說佛有沒有幫過你 沒有 那你信真是信假 那個神 他說信真那個 他立即願意信耶穌 立即洗禮 和拆掉偶像 是完全的改變 而有一晚 他的女兒看著他 在夜晚半夜的時候 忽然間打開眼 可能他在睡覺打開眼 看著天 從一邊看另一邊 一邊看一邊笑 因為他很痛 他腎水血 經常都尿毒在他身上很辛苦 但是他那時候是笑 他大半年都沒有笑過 所以他的女兒是很開心 他會看著一邊 又在一邊笑 又看回來 他的女兒就覺得 他一定是看到一些很神奇的 可能看到耶穌 天堂 或者天使 是不知道看到什麼 我跟大家分享這些 告訴大家 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靈命和侍奉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有些人找我 很多人找我 有些人帶人信耶穌 他又不信 我為他祈禱 他經歷到聖靈 就信耶穌 有心靈的重擔 失眠 有病 各樣的事情 每天神都祝福 也開始有一個教友 這個教友也來到我們那裡 也是很神奇的 很多神奇的事情發生 他發夢 看到我們的教堂裡面的情景 他先生又發夢看到教堂的情景 他先生 他自己發夢看到什麼 因為那時候是一個傳統的宗派 有兩支羊竹在前面 他那天想來我的教會 為甚麼呢 他想介紹他的親戚去我的教堂 他不是想自己去的 他就發夢看到兩支羊竹 在那裡 那個教會在那裡 那個教會是這樣的 然後他那天去完教堂 回到家裡 他先生問他 那個牧師是否光頭 那個太太問你怎麼會知道 他說我昨晚發夢 我看到有一個光頭的牧師 兩個都很夢見 然後這個人來到教會 又是祈禱又是很大的釋放 一些重担憂傷的釋放 然後他帶我回去他的本鄉 他說 我很想你新年的時候回去 為他們祈禱 好像我現在經歷這麼大的喜樂 然後回去 很大的醫治 他的其中一個是醫 他腰骨痛 那種彎 腰骨彎的程度 那個醫生說 好像你那樣彎 其他人都死 只是你一個生 走路走不了多少 但是我問他奇言討 那幾天他再回來 他說走了一公里路 即是說他忽然間 走到路 以及他本來準備搭飛機 去做手術 他就沒有 他取消了 他再來找我祈禱 還有他整個家裡 每個人都經歷神的喜樂 醫治 安慰 那這個呢 當時我就跟他說 你見到神的工作 你想要侍奉神 他就願意 他就成為了一個傳道人 這個就是當時 我去提升人的靈命 真的 和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以前說 你愛主 祈禱 遵從神 全福音 那些人就 可能是額頭 不過又不做的 說完又是差不多 沒有什麼大改變 我帶到人信主 他們會喜歡回來做的 不過呢 他們生命改變就不大 但是自從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那些人對神的心是很強烈 和願意給神使用 其實在這裡我想 大家都是這樣 我知道有些人在這裡中間 你是想得醫治 其實你得醫治 只是你人生祝福的一小部分 你的生命是可以很大的提升 當你祝福人 你給神使用 你的祝福更大 你的祝福比你現在得醫治更大 神就會照顧你整個人的生命 我們就不需要擔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的心 是響往給神使用 響往我生命更大的提升 這次說到聖年充滿對於靈命和侍奉的幫助 真的對於幫助自己的靈命和侍奉的幫助 這些數字可能大家比較難看得到 這個就是在統計五秦宗靈恩派 因為在開放聖年教會有五秦宗靈恩派 其實五秦宗也是福音派 因為他們都是信的 都是一樣的 不過通常來說 他們是開放聖年充滿的 福音派都有講聖年 不過他們講聖年 是講到聖年叫人悔鬼、信主、遵從神、侍奉神 會有動力 但是在五秦宗靈恩派就是 聖年充滿是可以讓人經歷到神的同在 經歷到神帶來的平安喜樂、興省改變 以及帶著能力去祝福人 有神職歧視的能力 為人討告要有神職歧視的能力 但是在信仰上 其實我們都是福音派 不過當是福音派 就說那些沒有開放聖年 就像我們一樣 開放聖年充滿 其實他們有接受聖年 他們接受聖年 聖年會感動的知序 悔改信主 但就不相信有神職歧視 今天 他這樣說的 神可以行神職歧視 不過 不是人可以有這個恩賜 人不會有的 即是不會有些人特別有這個恩賜 神要做 那就醫好 但是如果神沒有做 人不會有這種的恩賜 他覺得只是初期教會有 估計數目 大家看看 五常宗靈恩派加起來 是五十 這個 對不起 這個是 五億八千四百萬 你看那個 Million之後 是五八四 然後福音派是二三五 但在香港福音派是多的 但在全世界 靈恩派和五常宗是更多 是接近一倍的 因為有很多地方他們 他們很開放聖靈工作 比如在非洲 在韓國 南美 這些地方 他們是很開放的 因為他們看到得意志 他們的醫藥不是那麼好 看到神很大的工作 譬如這個 韓國很大的教會 趙蓉基 他就是開頭他有肺爐 後來康復 所以他們相信神那種大能的醫治 這個是一個全福音的方法之一 因為耶穌說到信的人必有神職除弱 他們就奉我命趕鬼 人的审案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在很多地方來講 是非常吸引人的 於是那個增長是非常強的 好了 我們明白這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聖靈充滿的人接受什麼呢 神是可經歷 其實你問那些 傳統的福音派信不信 他們都信 不過他們甚少說的 我記得我初信的時候 我記得一件事 牧師有跟我們說的 神會帶來平安喜樂 那我是真的經歷到平安喜樂 他們都相信這件事 是可經歷 不過 就只限於在心靈上的工作 但是 在聖經裡面說 就不只是那些 神在人身上的工作 是正實所存的 這裏列出一些神會做的工作 平安 很多人就祈禱覺得很平靜 我試過一次 在一個聚會 其中有一個傳統教會 以前我 因為我傳統教會 有教神學 又有在教會講道 有一個牧師的女兒 我看到她 我就跟她說 跟她祈禱 我去找一個地方 站在一旁 跟她祈禱 跟她祈禱 祈禱完祈禱 她跟我說 你還在這裡 你以為我去哪裡 我跟你在祈禱 她說 我去了另一個地方 很平靜 很舒服 當時的經歷 真的很多很神奇的事情 我到今天都是一樣的 時時會經歷不同的 即是她就很平靜 好像有個瀑布流下來 很舒服 很平靜 輕省了 很多人說 心狠著重淡 但現在鬆了 愛了 我曾經為一些人祈禱 大家上網找葉牧師 然後南非愛的恩高 你會看到 有一個人分享 她說 她用英文說的 但我有寫字幕 她說 我經歷到天堂的愛 真是好 我真的不想離開這種經歷 真是神的靈 可以臨到人身上 我不僅僅在宣教的地方 我在香港也試過 一些大男人祈禱 她開始哭 神的靈 感動她 神會感動她 讓她經歷到神的愛 然後心靈醫治 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真是很多人 在這個時代很需要 很多人有重淡 趕鬼醫病 以前我從來沒有 在教會聽過人趕鬼 不過看那些 有些舊的書都有說 趕鬼 不過在教會就沒有提 但是當我自從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就很多了 當時有一個教友 因為我跟他們說 有些人拜過偶像 可能有邪靈 還有一些契了觀音 黃大仙那些 有一個年輕的教友跟我說 他說我契了觀音 不如你跟我說邪靈 看看怎樣 我一跟他說邪靈 他變得好像一隻獅子那樣敲叫 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 即是 神真是很大的能力 能夠將裡面的邪靈 趕出來 而我們基督徒也有這個權兵 不過我們一定要處理生命 我們跟神的關係好 處理生命的時候 我們趕邪靈就不用怕 如果人在罪中 邪靈可以攻擊 但是如果你處理生命 離開罪 親近神 你是不需要害怕的 我去宣教 有時我試過這樣說邪靈 因為有聚會 前後也有聚會 我正在吃飯 有一個人說 有邪靈彰顯 我還在吃飯 我叫人們幫忙 我站在那裡吃一口 吃一口 因為實在太多人 有這種情況 有些人說到 他已經有邪靈彰顯 這就是看得到 神的真實和邪靈的真實 我希望大家聽到 就知道 靈界的真實性 就不是懼怕 而是說 我們有權命勝過他們 根本不用怕他們 但有些教會 有些人一聽到說邪靈 就嚇得要死 而且很抗拒 我還記得那時候 有個傳統教會 那個牧師很接受 他經常找我 跟別人教他祈禱 我在他的教會 做了聖靈的聚會 做了一年有多 有一個教友 我們一起祈禱 牽著手祈禱 祈禱一通 好像一塊板那麼硬 就開始跌了 我知道他有邪靈彰顯 他完全沒有想到 他身上有邪靈的 我當時學到 用眼睛看著他的眼珠 我奉耶聖明 吩咐裡面的邪靈 就一說 哇 他喊得通天的響 後來我們奉耶聖明 吩咐他不可以這樣大叫 然後跟他趕出邪靈 有些人他們的生命又破口 想都想不到 他裡面可以有邪靈 因為他以前拜過偶像 他沒有處理 也在罪中 所以繼續被魔鬼留地步 我也試過有一次 那時候在外國 有一個機構 專門幫一些 有犯罪 吸毒的人出來 或者一些無家可歸的人 接立他們 改變他們 有人跟我說 有邪靈 我跟他說邪靈 當時有另一個人 他說我不信 不信他 我聽不到 是人人告訴我 他說你趕什麼 我吸回去 他真的這樣說 接著他吸 他說我趕邪靈 我不信邪靈 他覺得你只是假裝 他說你趕什麼 我就吸回去 然後吸 怎麼知道他跟著發生什麼事 全身生了一些 一顆一顆的東西 是完全 他找醫生 結果他是要悔改 求主赦免清理那些邪靈 然後跟著那些 就好了 看得到邪靈的真實性 但我們又不用怕 基督徒有時候也不用怕 好了 起落 起落 由代替悲哀 這也是很神奇的 我自己經歷起落 我很想保持 我每天親近神 不斷親近神 保持起落 到今天 我任何時間想耶穌 立即有起落 也可以傳遞 我們中間有些人 都學到用心靈呼叫耶穌 人就開心了 其實人開心 人就會帶來醫治 帶來祝福 就不是說 好像只追求那個喜樂 而是追求和神的關係 就會帶來一個後果就是喜樂 身體舒服 很多人都說輕飄飄 很多人都說輕飄飄 好像天堂浮著浮著 這就是肉身安然居住 在詩篇十六篇第九節說到 整個人都鬆了 醫治失眠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 以及有能力 得著能力 見證耶穌直到地極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經歷到神的工作 這些表現 聖靈充滿靈命和侍奉 如何幫助 第一就是生命會結出果子 當然這個是在乎這個人聽不聽話 有些人經歷了聖靈 不過不聽話 我在非洲聽過 有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不只是非洲 只是周圍 我希望大家不是跑聚會 雖然我以前有去聚會 但我有些對他們失望 就是他們沒有說聖經 第二就是追求的經歷 很多時候沒有說 你繼續如何建立生命 如何訓練人士奉 是少說這件事的 我也看到一些很離奇的 奇怪的行為 就是他們會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些人在聖靈之中侍奉 他會騙錢 將教會分裂 甚至在非洲有些用毛術 他又會當作帶領聚會 但他會用毛術 這是因為有些非洲牧師告訴我 因為他用毛術 那些人就會經歷很強 他們覺得這樣就會多些人來 多些奉獻 就是為了錢的緣故 這些其實是人 經歷聖靈之後 他們容許自己 他們覺得自己是超人 我們永遠這個技術 我們都是罪人 我們都要悔改 我們要謙卑 遵從神 不遵從神 是不可以的 而聖靈真的會產生這些果子 當你有這些聽話的時候 就會有人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 這是必然我們處理生命 以及盡量有祝福人的心 不是為了自己 有些人在聚會 他又很有能力 不過他就要想更大的彰宴 他跟其他人在聚會 加上一些手力 推一推他 為了甚麼呢 多些人躺下 那是否多些神的工作 不是一定的 我也看到有些人 跟了他們 有些傳導人 有些是平信徒 或是按手 就怎樣 按一下 他的頭 稍微往後 他又推著他 讓他不能再往前 他又再往後 推著他 所以沒有人法 是唯一法案 就是跌下 我便覺得 為甚麼會這樣做事 我們不是要推下人 也不是要被人看到 這是神不喜歡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我們是討神喜悅 我們是榮耀神祝福人 不是彰顯自己 有很多人是彰顯我的能力 這是錯誤 我們真心說 神給你真好 真好 真好 感謝神 所以將來有很多人 做這些聚會 做了很多事情 有些最嚴重的 神說我不認識你 有些可能都是神所認識 不過神說 你大部分都扣分了 因為你全都是為了自己做的 你經常誇要自己 所以你做的很多是白做的 可能有些人會這樣 我希望大家知道 你親近神 是叫你更加平安 興省 喜樂 有愛心 讓你祝福人 那你祈禱的時候 你越平安 興省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那你見到人 都會有多些愛心幫人 你會更加平安 興省 更加放下重擔 我現在比較我以前的侍奉 我可以說 比以前的侍奉強 真的千萬倍 為什麼呢 以前幫人幫忙 很難才有更新改變 但是現在 只要有機會 那些人願意聽 就即時改變 有時一個聚會 那些人就改變 我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你都會改變 那你生命提升 你又去祝福人了 然後講到能力 耶穌是講清楚的 你在耶路撒冷等候 在耶路撒冷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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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就會得著能力 由耶路撒冷等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 是耶穌所說的 聖靈充滿的目的是什麼 作耶穌的見證 聖靈充滿的目的 不只是為了個人的經歷 是一定會有個人的經歷 但是目的不是停留在個人的經歷 目的是祝福人 所以你真心祝福人 神一定是歡喜的 神就喜悅你 天父就尊重你 有人服侍主 神是尊重你的 即是祂對於我們靈命 和我們侍奉很大的幫助 聖靈充滿的 聖靈的恩賜和超自然能力 是聖經所說的 在《高林多前書》第十二章說到 聖靈會賜給人智慧的言語 即是在適當時說智慧的說話 能夠幫助人的生命或靈命 知識的言語 有些人覺得你很有知識 懂得很多東西 在聖靈的圈子 很多人認為這不僅是普通的知識 亦是知道一些他應該不知道的事 關於某個人或事情 這些是我親身經歷的 我親身見過 有人走過來跟我說 他說是不認識我的 他說我想和你祈禱 然後他說出我的情況 以前亦是劉竹村牧師 有一次他的聚會在香港 他已經離世了 適奴歸主 當時他和我祈禱 他說一群群人在攻擊你 因為當時我在傳統的教會 所以是面對攻擊的 但是他和我一祈禱 一會就馬上說出 現在有一群群人在攻擊你 你一定要多祈禱 是完全不知道我的情況 通常他們認為 知道一些他本來不知道的事 也有些人會知道某些人的疾病 有些人的隱藏的罪 然後賜給人信心 信心不只是信耶穌的心 而是相信神很愛我們 祂會做大事 祂會使用我們的醫病的恩賜 有些人經常說 這些作假 有些人在聚會 經常都喜歡出來 他們喜歡出來 因為他們很想報道家為他按手 所以他們都會說有些什麼問題 但的而且有些人是很真實的醫治 有些人說不是 那是假的 我就算我祈禱也有些真實的經歷 我不說那些報道家 就算我祈禱很多見證 他們是真實的說出這個情況 還有異能做一些不可能人不可能做的事 還有作先知辨別諸靈 作先知就是能夠預言到一些將來發生的事 或者指引人怎樣的路 分辨靈界的力量 我認識有些人 他只能看到靈界的陰影 在這個人的周圍 看到他裡面有些什麼 講謊言和翻謊言 而神跡歧視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正實所存的道 信的人必有神跡除了他們 奉耶穌的名 說謊言說謊言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第20節那裡講到 主我他們同工用神跡除了正實所存的道 即是神跡的目的就是正實所存的道 最後講怎樣被 不是最後的 第四點還有一點 怎樣被聖年充滿呢 第一就是對付罪 因為神很憎罪 神不喜歡罪 所以我們除了悔改 有些人經常說悔改悔改 我們除了悔改要憎恨罪 還有找方法怎樣處理罪 譬如有些人為何犯罪呢 因為他孤單 所以他一孤單的時候 他就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看色情的片 亂認識男女的關係 或者整天上網看東西 即是因為孤單的緣故 或者有些人他的自卑 所以他要誇大 都是有個原因的 那怎樣處理這些背後的原因呢 還有聖經 我很可惜看到 有些靈人派 他們說到 真是很少查聖經 講聖經講什麼 即是講兩句 就講完故事 我們不只是講故事 我們一定是講聖經裡面講什麼 還有信心 相信神很愛我們 還有很想充滿我們 討告用長一點的時間 整個思想 整個思想認同神最好的 整個意志 我決意跟從神 還有跟神建立心的感情 還有用心靈去愛慕神 有輕鬆渴慕神的心態來討告 其實你未學到這種心靈的討告 你只要學什麼呢 喜歡神 你在家裡祈禱 一邊想 神呀真是好 你做點東西吃真是好吃 你想想神做點東西吃 這只是一種方法 你喜歡吃 譬如你很喜歡吃芒果 菠蘿 番石榴 不知道你喜歡吃什麼 神呀真是好 你做了點東西這麼好吃 多謝神 神你真是好 我喜歡你 神呀 你做我們的東西真是好 你做我們的眼睛可以看到東西 做我們的耳朵可以聽到歌 可以人唱到歌 多謝天父 真是好 我們唱歌這麼舒服 聽歌這麼舒服 多謝天父 我真是喜歡你 和聖靈在我們心中的工作 我們就喜歡神 你不斷把你的喜歡發出給神 即是怎樣呢 如果有一個朋友 你很久沒見過 你很喜歡 他就譬如假設 你跟他有一個距離遠 你看到他出現 你知道是他在來 那你的心會怎樣呢 你可能會跑過去 你馬上有種對他歡喜的心 開心 我記得我小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些經歷 我一時在街上看到同學 我心裡開心笑出來 有些同學來我家裡探望我 很開心在裡面 小朋友的時候 我大了 我覺得小了 小時候很自然 心裡很開心笑出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人試過 小時候和現在有些不同 那些開心 有沒有 沒有人有 有的舉手 有的鴨頭 我想看看有多少人有這些經歷 所以不可以 就是說 你試試 神你真是好 想到天堂 那裡又沒有病 又沒有憂愁 神啊真的好 真的要喜歡你 你會發出對神的發出 就像你都喜欢飞去神那里 有爱神 神啊,你真是好,我真是喜欢你 这样的时候,你是会用长时间这样做 你会慢慢越来越经历神的动作 尤其在聚会之后,按手的时候 你感觉到能力,你更加投入 这样的时候,你更加容易经历更多 还有渴慕,不只是被动 在祈祷的时候,渴慕被四年充满 处理生命,处理所有负面的 因为负面的东西不会叫我们四年充满 按手祈祷和四年充满的聚会是有帮助的 但这个只是帮助,长久都是要自己处理的 好了,另一件事就是 有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会跌倒 其实目的不是跌倒,不过真的有些人会跌倒 在约翰启示录一章十七字那里 约翰一见到耶稣,他就跌倒 原文是跌倒,不是跌倒 因为很多人就说了 圣经说他们是跌向前 其实圣经没有说跌向前,跌向后 是中文翻译着跌 原文是跌倒 跌倒可以跌前跌后跌在这个位置都可以 约翰一见到耶稣,他就跌倒 耶稣按手就叫他不要害怕 接着呢,扫罗 其实这个图案不是很准确的 因为第三节很清楚说到 扫罗走路,他说走路,他没有骑马 走路将近大马时隔的时候,忽然间 天上发光,他就跌倒在地上 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 这就是耶稣跟他说的话 他也是立刻跌倒的 但耶稣第十章那里说到 但耶稣你看到大异象,他就温身无力 这里你没有的,但我写了一个经文 你可以自己回家看的 他就温身无力,毫无气力,就跌倒在这里 另外历代之下第五章十二节那里说到 就有很多祭司,在这里有歌唱 和各样的乐器,有一百二十个祭司在吹号 吹号的时候,升合为一 他们在那里赞美神 耶稣的电就有云充满了 甚至祭司不能暂立功绩 因为耶稣的荣光充满了神的电 即是说他们都站不到 在神的同在站不到 然后耶稣被捕的时候 耶稣一说我是 他们就立刻退后 彬彬就立刻退后,跌倒在地上 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 在神的同在,人是可以站不到的 即是说我们完全没力 有些人说你又不是神 我们当然不是神 不过神的同在令到有些人远了 目的不是他一定要跌低 他真的跌低便放松 如果这样的情况 我为人祈祷 我看到他摇得紧 我便把手放在后面 拉住他,让他不要跌倒 如果他真的跌,我便将他放下去 如果可以,我便拉住他 看情况 而强烈的跌倒,未强烈的便会摇动 我自己便会想到 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帮助 就是你祈祷的时候,你发觉一头进 有种力好像推你 不是站不稳的 我现在站在,他也很稳的 但我一想耶稣在爱我 我立即有种力推我 是神的能力来到我身上 我便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 英文字的biot feedback 即是身体会量度到这个力量有多大 当我一投入 即是量度到我自己的投入程度 当我一投入,我就发觉那个力量 在我身上,就作为一个量度的方法 知道我有没有开放我的心 所以大家一会在祈祷的时候 都开放你的心 你越开放,神的能力 可能越大临在你身上 越投入,就越大的祝福和安慰和医治 更新你的生命 有些人听到这些现象便会很害怕 我们不是追求的现象 我们只是追求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让神改变和带着能力去祝福人 另外,有些人也不接受 因为有些人哭得这么厉害 很凄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本身有些是凄凉 圣灵就把他拿出来 那他就很凄凉 有些人就哭得很感动 因为耶稣的爱来到他身上 有些人就笑 因为神将喜乐放在他里面 有些人说,为什么这么强烈呢? 圣灵应该很平安、很舒服 但是当一个人里面有很多抑鬱的时候 他一声那些抑鬱 几十年抑鬱走出来的时候 他顶不住 所以他会很强烈的反应 这个不是我们特意想他这么反应 而是他自己真的这么反应 我亦都不是追求有些人说 我上次哭得这么紧 今次不哭 不紧就好了 今次不哭就好消息 我们不是追求那个经历 但我们见到这些经历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觉得很奇怪 而且你可以问他 你过程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经历 他觉得是好的 其实这些经历的人都会说是好的 另外有一点 有些人就攻击 跟着那些人有邪灵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没有清光 他去到聚会 他自己本身有问题 他就没有清光 他就有邪灵演出来 然后他就回家 后来他就觉得有邪灵 但其实本来潜伏的邪灵 就没有清理 所以有些人就去找一些牧师 跟他说邪灵 就说你去了灵恩聚会 我就跟那些人说 我真的因为其中有一个牧师 我认识他的 他就说这些是邪灵 我就跟他说 我一次约了他 他跟我聊天 他说给他听我的生命的改变 他真的说一句 他说你真的很爱神 你真的很真心 我是呀 我真的很真心 但他依然是 后来他说他害怕我身上有邪灵 我说你跟我说邪灵 你看看有没有 他又不肯 我说你叫一群牧师 多少个任你叫多少个牧师 跟我说有没有邪灵 他又不肯 他又不肯 他们就说你们可以收藏 但是我们想想 如果那些牧师真的有这么多邪灵 就像这些道士 那些道士 我们一跟他说邪灵 他们是顶不住的 如果那些牧师是充满邪灵的 那就应该很大彰宴 但是在很多罪会 他们投入赞美神 悔改认罪 那些牧师又不见他 每个都在那里 哎呀 很多邪灵 而是每个都很平安喜乐 所以是证明他不是经历邪灵 而是真的经历圣灵 OK 圣灵就是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圣灵充满 即是与神有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很多人信耶稣 他是信耶稣 不过与耶稣的关系 只是可以听话 少少祈祷 越亲近神的 越有能力 圣灵充满就是 越投入整个人 去爱慕神 与神有密切关系 我通常这样形容 圣灵充满的人 首先他自己会 他会经历到神的平安、喜乐、兴散、爱、激励 生命的改变、悔改、离罪 即是这些 第一就是他本身的经历 第二根据圣经 他为人祈祷会带着能力 我们下一次会讲这件事 比如保罗、彼得、摩西、摩西 摩西为书下祈祷、按手祈祷 他都领受了智慧的灵 在身弱也记载不同的人 按手的时候 是经历到圣灵 即是可以透过按手传递 不过这个人都要继续亲近神 来保持 圣灵充满就是和神密切关系 自己和神有密切关系 第二他为人祈祷 那些人会经历到神很奇妙的祝福 比如说医治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试过 一祈祷立即有医治 但是同时也有些人没有医治 圣经也有说到保罗也是因为有病 所以初次传福音去加拉太的时候也是有病 即是说圣经没有担保我们一定没有病 不过神是会在某些时候 彰显祂的恩典和能力去医治人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答到你 即是说和神密切关系 以至祂可以随时经历神的工作 以及可以为人祈祷 别人经历到神的工作和改变 这是我来说的圣灵充满的定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某些地方 有没有答案 我还能安排到神的工作 感岩的工作 这些人在祈祷 是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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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